歡迎收看Super OG Brothers 我是O.G.Eddie 我是O.G.Kenneth 今集我們玩新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有留意到畫面不是遊戲機的畫面 是兩對手 這裡才齊兩對手 我們新環節就是bargain bin battle Kenneth先解釋一下什麼是bargain bin 特價箱 沒錯 這個遊戲玩法就是我們輪流去到香港各地的特價商買便宜的遊戲 通常是舊或者便宜的遊戲 但是便宜的遊戲通常有一個特徵 就是垃圾 即是要找爛遊戲 沒錯 它這麼便宜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人買 就是沒有人要所以才這麼便宜 我們就要輪流買 譬如我買給對方玩 然後Kenneth玩完之後 就要給一個分數1-10 就要評價你的痛苦情勢 就是一個數字去告訴大家 我的suffering有多慘 沒錯 到他玩完之後就輪到我了 即是輪到我買 然後去給Eddie玩 然後我評分 大家比較一下分數之下 看看這一輪到底誰買爛遊戲 比較爛的 就是玩著bargain bin battle 那事不如遲 我們這次第一次玩的遊戲 就由我先開球 我呢 你開球即是你玩還是我玩 即是我買 即是你已經買了 對 我當然買了 我們拍什麼 我買的第一隻遊戲就是 PlayStation 1的 Double Helix 不是Double Helix Double Helix是公司的名字 不是Double Helix是DNA的構造 是嗎 也是公司的名字 那也對 其實話說你剛才說起我另一個問題 現在還有一個人叫PlayStation 1 還是因為現在有2、3 才叫最初那部做PlayStation 1 即是PlayStation 1其實是其中一款PlayStation的型號 因為現在人們比較流行 PlayStation就知道整個家族 哦 即是講一部機就是1、2、3 那先跟你解釋一下這遊戲的來歷 即不是這遊戲本身而是這個Copy的來歷 那我在深水埗那裡 有一晚經過 就看到有一個人擺地攤 很多很多人 即是深水埗北河街那邊的夜冷凍 沒錯 是很神秘的 有一個年輕人在賣遊戲 雖然是一個年輕人 我也不是很老 但是最終是有一位青年在賣遊戲 有很多古靈精怪遊戲 就包括他 那我就看看 那我就馬上去查 因為我們已經 我知道要做Barkin Bean Battle 我就馬上去查一下 在找了什麼遊戲 而我一共是買了三隻 其實大家都看完三隻 三隻的價錢就是五十元 加起來才是五十元 即不是一隻五十元 而是五十元已經有三隻 而大家看看 其實這隻只有十五元 就刀一串全 魚蛋也差不多 那不單是怪的便宜遊戲 還要是全新 看到這條帶 沒錯 既然是第一集的Barkin Bean Battle 那我們就讓遊玩的那個人開封 其實我看到他的設計 其實這個Broken Helix 和剛才說的Double Helix 其實跟DNA有關的關係 我想是 即是Broken Double Helix Helix 所以不是Helix 可能是兩邊 那一定是跟DNA有關的 那我先找找 對 看得起這些東西 其實我想說 原來我已經沒有開過這些 CD包裝的新遊戲 我找到了 也有機會比較年輕一代的觀眾 是未見過PlayStation遊戲的開封 這樣的開封 即是PlayStation 2還是這樣的 對 對 還有更加沒有什麼機會見過 第一代的PlayStation遊戲 就是這樣 這樣 開爆裝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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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Broken Helix 這樣包起來的時候 就有一張這樣的編子 但是呢 這種編子 即是PlayStation 就全部是白色 但是Saturn 如果大家有機會見過 就全部都是金色 非常之漂亮 不知道 有機會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我們先講 Broken Helix 好了 開了出來的 這遊戲 已經是 看看先 它是1992年 是不是寫著 1992年還未出遊戲 還未出遊戲 還未出遊戲 但真的好像 1997 1997 即是這遊戲已經是 坐在剛才的包裝裡面 17年 等一下 我寧靜的碟給大家看看 噢 拿著碟出來給大家看看背面 因為很多人會不知道 當初的PlayStation遊戲正版 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碟面是 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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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像周掌 是這樣的遊戲 對 如果看後面的 screenshot 不像是這麼搞笑的風格 它還要這樣 有對白 然後有笑 為什麼會這樣 噢 今次不是我選擇適合遊戲 哈哈 是什麼一回事 我也很無言 看到它們這麼無言 我看說明書有些什麼 舊遊戲 始終都是說明書 買回來開封 看說明書 嘩 這些也是日版遊戲 才會有的 其實這些是 一些意見卡 其實是意見卡 所以它有地址給你 你只需要貼個郵票 你只需要貼個郵票 這樣寄回去 已經是 有沒有人真的看 即它寄回去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用 其實我想應該 沒有什麼真的寄 就是你留一點時間 打機好 看看 現在 我們當代遊戲 已經沒有了其中一種藝術 就是 就是這麼漂亮的說明書 這麼漂亮的說明書 就算是這麼古怪的遊戲 也有這麼漂亮的說明書 哈哈 古怪的遊戲 其實還沒有定論 為什麼說得這麼開心 哈哈 非常之好笑容 一定會有故事 一定會有故事 告訴大家 實在是怎樣的故事 這些槍是什麼一回事 激光槍 很隨便 Alien槍 還有雙手 你看看肌肉亂了 好像苦瓜 但真的很好笑容 但真的很好笑容 哈哈 等等 教大家怎麼玩 一定有的 告訴大家 那些Button Map 對呀 又不少人 已經沒見過這個 沒有Analog的 對呀 樣子跟現在的Dualshock 是很相似的 但其實當時最初期的PS 的手掣 其實是沒有過 兩個Analog桿 看看 畫面說明也要告訴你 是什麼 說明書 當然要做這些 鏡畫面 告訴你介面 什麼 什麼 原來就是他們 哈哈哈哈 武器 即是遊戲中 會用到的道具 很難得 現在的遊戲 竟然不流行 會這樣做樣做樣 畫出來 即是逐樣畫給你聽 哪樣是哪樣 藥 CD 寫真 這麼猥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藍色 它有 它有 它有這些所謂的提示 可能怕你玩這遊戲 玩不到 它的時候 拿一個說明書 來看這一個提示 去幫你玩 這隻 是不是一些翻譯遊戲 原先是美國遊戲 怎麼看都是 其實看起來 不像是 日本人出的遊戲 日本人眼中的美國遊戲 問一下Eddie 關於PlayStation遊戲的歷史 剛才看到說明書 這裡有Hint 這件事 現在很多玩PlayStation的人 都很喜歡 Metal Gear Solid 當年PlayStation第一集 當年還會玩翻版碟的年代 這個Metal Gear Solid 其實這些Hint 是會有一樣 防翻版的機能 不知道Eddie有沒有聽過 我有聽過 而且我還記得 就是 在碟背後 是有 你需要Reference的資料 是的 因為Metal Gear Solid 要用Codec 去跟別人通訊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 對 那個頻道 是印在後面 你要看碟背 你才會找得到 是在短片裡面 而當年電腦 網絡未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其實你如果玩翻版的那隻碟 我猜你去到那一刻 其實就繼續不到了 不過 那就問問Kennyv先生 是 左心你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進入Double Heelers世界 在碟背後 是 所以 是